哈喽,我是苏西汉庞麦郎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的滑板鞋的创作者庞麦郎 因为精神病发作住院了 2021年3月11日 庞麦郎经纪人白晓发布视频称 庞麦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 于年初被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 大家好,我是庞麦郎经纪人白晓 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庞麦郎现象已经住进了 就是病医院 他的商务以后也很难再继续 庞麦郎父亲表示 儿子患病原因可能是得名得利以后落差太大 脑筋有些转变不过来 因为他是压力太大了吧 他好像头脑转变不过来 不曾想到庞麦郎的名字 会以这种形式又一次出现在大众事业 大家好,我是尤尔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庞麦郎的故事 约瑟汉庞麦郎本名庞明涛 1984年1月19日生于陕西 汉中宁强县 从校成绩不好 身体瘦弱又干不了农活 村里人都挺看不惯他的 那时他最好的朋友是姑姑家的奶牛 喂牛时他蹲在一旁看奶牛吃草 一看就是半天 中考时差了几分而没有考上高中 之后他去了山东广东打工 24岁时 庞麦郎在一家KTV负责切果盘和打杂 一天工作12小时 一个月挣2000元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迷上了迈克尔杰克逊 视他为偶像 他在工友们抽烟打牌的间隙 写了很多首歌 包括我的滑板鞋 那时又正好赶上草根文化的兴起 2013年9月 北京华术公司选秀 看中了他的草根气质 决定花百万巨资 包装他的我的滑板鞋 而且给他起了一名 约瑟瀚庞麦郎 约瑟瀚庞麦郎这个名字 是我们精心我们团队策划的 首先像这个约瑟瀚 他听起来的比较 那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 就是很多很好记 然而由于没有接受音乐训练 庞麦郎并不会唱歌 当时的经纪人李希说 给庞麦郎录歌是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他每一遍都唱的不一样 完全没有调子 但是正因为五音不全的歌唱方式 正因为草根的原始气息 反而让滑板鞋大火 当然这也源于公司的打造包装 发歌时六名企划宣传 24小时三班倒 买摩擦摩擦 时尚时尚最时尚关键词热搜 于是这首歌在网络上 形成了爆炸式传播 一夜成名的庞麦郎笃信 他可以成为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什么样子呢 就是跟那个叫庞明涛的人 毫无关系的样子 他年少的经历 让他一场自卑而敏感 成名后的庞麦郎 极力撕扯着自觉丑陋不堪的过去 他曾自称1990年出生 来自台湾基隆 且拥有法国血统 10岁起就在欧洲留学 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 拒不承认自己来自农村 自己的父母是农民 庞麦郎说 他欣赏的艺人友迈克尔吉克逊 少女时代 XO Big Bang 他还要求他的MV里 一定要出现外国人 这样才有国际范 他还总要求工作人员 把他的眼睛批大一点 吃肯德基和麦当劳 他都会很开心 年轻 时尚 国际范 是他眼中的自我形象 他曾经在采访中表示 国内现在没有我唱的这种风格 很珍贵 我是最国际化的歌手 必须承认 这首歌当年是真的火 只是每个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 精心认为 他只是流量时代下的产物 所于典型的到现在为止 没有靠作品靠包装 那个炒作来出来的 肯定就是牺牲品 时代的牺牲品 无论各行各业 你作为歌手演员 你要靠作品来说话 你没有作品靠炒作包装 是不可能的 这是生死灭的问题 你又人真心喜欢他的作品 我很喜欢这首歌 甚至啊 我后来越琢磨 有点感动 为什么 庞麦郎是不是个好歌手 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我从他的声音里 听出了什么 可出名后的生活 并不如庞麦郎所愿 他跟经纪公司 华书唱片 屡次发生冲突 他总认为自己被骗了 他的敏感多疑 被形容为 善变惊慌之人 华书唱片表示 庞麦郎多次拒绝 公司安排的活动 同时他在没有告知 公司的情况 以个人名义 参加一些商业活动 与接受媒体采访 他也为躲避公司 与家人的联系 而频繁更换手机号码 公司表示 对庞麦郎已经心灰意冷 双方解约 2016年 因为华晨宇 在天类之战改编演唱了该作品 让这首歌再次火了一把 有人问陶麦郎 你和华晨宇 水唱得比较好 他说当然是自己 华晨宇 他唱歌也是 精心的是不是 很精心的表演 他唱得好 你还是你唱得好 我唱得好 这个怎么发生 你为什么比他唱得好呢 因为我是原唱 2016年 我的滑板鞋余温盛在 庞麦郎坚定地要办个人演唱会 全国巡宴 2016年1月 他在杭州举办了演唱会的首战 吸引了数百名年轻粉丝 到场观看 他烫了自己最爱的 迈克尔杰格逊的卷发 换了六套衣服 然而全程假唱 引发了巨大的不满 经纪人白小问他 是不是要发声明解释一下 庞麦郎却说 我唱我的 你们骂你们的 我们互不影响 2016年下半年 巡演难以为继 后来每一场的票房规模 只能维持在二三十个人 出场费从上万下降到几千 后来甚至只能用花呗 支付巡演过程需要的费用 在网上曝光的某场演唱会中 现场请了14个保安 却只有7位观众 两个保安看着一个观众 深怕观众跑了 而后五年 庞麦郎和经纪人白小 依旧在三十多个城市举办巡演 却入不敷出 庞麦郎经常向在外打工的老父亲要钱 同时网络上的恶意扑面而来 刻薄地嘲讽 恶毒地侮辱 说他像小丑 劝他找个场上班吧 这些刺穿了他最后一点尊严 却让庞麦郎更加固执地做他的巨星梦 这么多年 他遭受着网络的暴力 却不之所以 依旧建设着自己的王国 这也许是反击 也许是逃避 他是寂寞的 他是自卑的 他是疯狂的 都因为他沉浸在幻想里 他近乎偏执地喜欢音乐 他相信 这世上只有音乐 不会辜负他的幻梦 他是一个对音乐特别偏执的人 这么多年 他一直饱受精神 分裂症的折磨 还一如既往地去创作以及演出 他的好多词作品 都是在生活和疾病的煎熬中 写出来的 然而 我的滑板鞋之后 跑卖狼再没有突出的作品出现 他的话题度迅速下降 属于他的热闹灿烂且短暂 他一夜成名 又似乎瞬间被遗忘 跑卖狼从巅峰时刻迅速跌入谷底 跑卖狼 撕扯着不堪的过去 沉溺于不会来的将来 为维持音乐创作 2020年 他们开店卖自主品牌滑板鞋 尝试直播带货 然而销量无法维持生计 2021年1月1日 商店下线 跑卖狼也很喜欢说一些 很容易就被拆穿的谎言 像他出生在台湾 他的年纪和他的口音 大家可以拿出很多证据认为 你不是台湾出生的 你拿出我证据 你的收入证 你的不可管 我出生是在台湾出生的 那你父母为什么收过在 汉中的宁强县的一个农村呢 你拿的是我父母 法政完报去采访了你父母 他是我父母的 随时他是我父母的 你脸这都不成 他不是我父母 可能正像他的经纪人所说 是源于他的自卑 他对过去的一种逃避 或者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那些并不是谎言 而是他以为的真实 往往他做出这些 不被大家认可和理解 甚至气氛的行为时 他也在忍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 热度散去以后 聚光灯一向别处 旁麦郎无法上爬 不甘下行 见过繁华 再无法回归平庸 旁腹说 家族没有谁得过精神病 或许是之前外界 把儿子捧得太高 之后又没人理他 儿子接受不了 压力太大 旁麦郎生病已有几年 去年开始严重 去年十月 旁麦郎连父母都大了 家人实在没办法 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旁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希望他赶紧把病治好 重新再来 希望旁麦郎 可以重新找回他的滑瓣鞋 那鞋子是我 一生中都是有带来的鞋子 红色的板鞋非常漂亮 你的当时多少钱买的 一百多块钱 因为鞋子穿坏了 后来我在找也没找到 到现在找不到了 鞋子穿坏了